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台湾星光大道 我们来亲赏公敬敌 先介绍今天来宾第一位是陈惠文 惠文你好 大家好 黄光琴 光琴你好 大家好 武安 邓富雄 陈大佬你好 当天不庆祝日后有行情 就是520跌得很惨 以后会爬得很高 会这样吗 这是理之所必人 我讲了等于没讲 自己也知道 杨卫泽宏你好 大家好 仁慕华 慕华你好 大家好 评论一下大佬刚才的分析 大佬讲的都对 他讲的都对 因为他有讲跟没讲一样 无庸置疑无可否认 我们来看 今天早上呢 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 又刊登了一个民调 今天是520马英九总统就职 两周年 当然很多媒体在昨天 就已经做了 马总统的就职两周年 满意度的民调 结果是相去不远 不过今天自由时报 头版头的民调 不是刊登马英九总统的满意度 他头版头条的民调数据 采用的是2012年的总统大选 不管民进党派的是苏贞昌 还是蔡英文 在此时此刻投票的话 苏贞昌跟蔡英文 通通都赢 马总统 这个民调在立法院 引起了很大的议论 请大家第一件事 让开放你的民调中心 让大家去参观 确定你有一个民调中心 第二个 把你民调中心的负责人请出来 昭告天下 让大家知道是谁嘛 对不对 在台湾这么小 三万牛千平方公里 你如果真的有一个 学有专长的民调专家 主持你的民调中心 你不会羞的不敢见人吧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我们跟他讨论一下 探讨一下 对不对 第三个 所有媒体做民调 一定要公布你的 民调的问卷的问项 你题目内容是什么 你题目的设计是什么 因为题目的内容 跟题目的设计 甚至题目的顺序 都会影响民调的结果 那你总统大选还这么早 这样做出来的民调 即使是真的 大家也只能够做参考用 何况真伪难断 因为以目前看出来的民调 是马总统的 甚至是往上走的 那再怎么差 也不应该会输 苏贞昌或蔡英文 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 民调常常讲 民调仅供参考 有些媒体做的民调 大概连参考的价值都会没有 所以我认为做民调的媒体 自己要谨慎小心 不要伤不到别人 却伤了自己 同样的民调题目 我们今天当然也开放电话 语音投票 让观众可以表达一下意见 一样是2012年 我们选自由时报说 不管是苏贞昌或蔡英文都赢 马英九现在投票的话 那其中赢得比较多的是苏贞昌 苏贞昌赢马英九 大概赢了将近七个百分点 蔡英文跟马英九算在误差范围内 大概只有差距两个百分点 所以今天电话语音投票 我们开放的题目是 2012年如果是马英九对上苏贞昌的话 您会投给谁 观众朋友也可以透过电话语音的方式来表达您的意见 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头的新闻叫做本报民调 那本报应该是自由时报嘛 自由时报民调 2012苏或蔡都赢马 那数字上面呢 这个马不管是对上苏或是蔡 他的支持度大概都是29上下 对上蔡英文是29.45 对上苏贞昌的话是29.25 那这个蔡英文呢 赢马英九赢一点点 他是31.55 苏贞昌是36.81 完全的超过这个误差范围 所以苏贞昌是大幅领先马英九 这个是自由时报今天头版头的民调 当然他也做了这个满意度的部分 他的满意度的部分呢 跟昨天台湾智库所做的这个民调是比较接近的 昨天台湾智库所做的满意度的部分呢 马英九总统满意度是32% 自由时报的满意度也是32% 一模一样 不满意度呢 台湾智库的不满意度是58% 自由时报不满意度只有49% 稍微低一点点 这是在昨天的一片媒体民调 大家很接近的数字当中 比较不一样台湾智库的民调 正好跟今天自由时报的民调数字一样 每次都跟大家不一样 怎么回事啊 惠文 跟台湾智库差不多 不过主席你这个电话投票是说 马英九跟苏贞昌 对 2012你要选谁 对假设这两个人啊 对对那就假设 你要先说这个假设不会成立 不是就马总统会竞选连任这个 对应该大家都没什么太大意见 那为什么是对上苏贞昌 因为自由时报做了苏贞昌啊 自由时报明明也有做蔡主席啊 但是苏贞昌比蔡主席多很多啊 对对对也多了一个比例啦 对很多耶 我要帮其他天王想讲话啦 你是只能有一题好不好 我们明天再挂别题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你这个题目 只能有一题可是 就自由时报他做了苏贞昌跟蔡英文 那其他的天王请何以看 也有天王啊 吕秀莲啊游锡坤啊 还有现在在静坐那个谢昌亭啊 对对为什么不做一下 他头版摆两个已经很急 再摆三个四个的话就太满了 我的意思是说 其他人 如果马这么不堪的话 其他人搞不好也会赢啊 就大家都会赢啊 哎呀那搞不好赢的人多的 那选择就多了 是这样子吗 这个我是打问号啦 那我们中间做的电话投票是 马英九对苏贞昌 这样的一个假设我觉得可能性不高 可能性不高 可能性不高 就是说2012是苏贞昌出来跟马英九选 是这样子吗 你要看这个媒体 昨天大佬才说这个可能性最高 那大佬的意见 我也跟阮木华一样 我也尊重啦 但是这个我向来是不 不太同意他这方面的见解 就是说 以前联合报做的这个对比式民调 也是拿苏贞昌跟蔡英文来跟马英九比 所以有这个潜力 那自由时报今天比 赢了苏贞昌我是没什么太大意见 那我提供啊 是综合版的给大家参考一下 刚刚主持人提供的是 台湾智库版的 把所有的媒体放在一起 因为实在太长了 我有一个综合版实在太长了 你的板子比较小 这是理由还是借口 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满意跟不满意 我是建议大家这样看 因为每个做的都不太一样嘛 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说 就对马东东满意的部分 都是42 42 42 39 32 33 你会发现都是三字头以上 这个跟前一阵子 马总统的这个民调来讲 什么十几趴 二十几趴 已经大幅的进步了 有没有注意到 连自由都进步这么多 对啊以前 联合报啦 远见都在说二十几趴 二十几趴 结果现在出来 怎么都变三十几趴 你要据此说 其实自由时报也蛮准的吗 然后这个苹果跟中时做出来 甚至超过四十趴 这我说整个大的观察来看的话 马总统在这一两个月的民调 是显著的回升 所以连自由时报都肯定他 对已经回到三字头了 那当然不满意的部分 还有很多要加强的地方 可是就整体来讲的话 各媒体的民调比起来 目前看起来 都三十趴以上 这个对马东满 以前都十几趴 二十几趴 叫人站到这样 现在看三十几趴 就这部分而已 他的目前民调的趋势往上走 光潜今天自由时报这个头版头 当然他选的标题不是满意度 或是不满意度 这是大家可能会选的标题 但他做的题目是 苏贞昌跟蔡英文都赢马英九 这个符合现在一般社会大众 大家的观察吗 我先讲就是前提性 就是第一个 他们的民调中心虚假未变 却身未明 而且我观察到一个 这个民调做出来 不是民调中心的成员发稿 而是政治跟连军事记者 都在阐释这个民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假如他是真的 你说苏宇辉没写稿就对了 对 苏宇辉没写稿 对对 因为民调中心 自己应该有自己的成员 用这个中心的立场 然后去分析他们自己 民调中心做出来的民调 我觉得一般的民意机构 或者是民调中心 或者是说媒体的民调中心 都是这样操作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算他是真的 那我们知道自由实话 他向来是一个反马中心 反马中心 然后他有所谓的机构效应 那个机构效应 一定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台湾智库 也是这样一个情形 因为台湾智库 我们都知道林嘉隆 罗智震 背后有 郭宽敏 郭智震 他们是一个group 那台湾智库做出来的民调 我认为 因为他们有没有民调中心 我也不晓得 但是这个效应应该是 跟自由实话强劲不远的 他是委托别的民调公司 我以前您说了 好 那 或许委托三水民调吧 精湛精湛 那这个 与其这样的话 我觉得还不如就有 民进党自己来做嘛 我觉得那个效应是一样 这两个前提 那民进党只放 苏贞昌跟蔡英文会被骂死的 因为还有好多其他人 这个就真的不行 姑且就是先放他们两个 我觉得那个效果是一样的 那我要讲就是说 过去马总统那时候 还没有现在这样一个 低迷的民调的时候 历来 就撇开马总统 或者说历来国民党的候选人 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 在总统大选的历次民调 一般来讲我们大概都是 都不会高 大概那个在选前都是 两成多或是三成 接近三成而已 可是他选票会多 就是说他选举结果 一定是比当时的民调高 可是这个比较这一次 这刚好反常 那很显然就是说 520我们讲说 国民党或许有一个 庆祝行情 虽然今天股市没反应啦 落伤反应 日后会反应 对对对 但是今天显然这个结果论 是520的一个唱衰行情 就是唱衰马的一个行情 那我要讲就是说 如果 你说股市是因为涨跌的吗 股市等一下沈大佬会分析 我的意思就是说 自由时报或者说 轻律的这个支持者 如果看到这个民调 认为说 这完全都是真的 2012也是这样一个结果 那我就觉得 那真的是祝福你们 也恭喜你们 那我看了这个结果 我认为我自己一个直觉 我跟辉文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自我安慰 或是我们讲的一个假性高潮 他借着民调来就地宣布 苏蔡佩已经当选了 苏蔡佩是高于马英九的 那就地宣布 苏蔡两个人已经2012的总统 那我是觉得这样一个自我安慰 能够畅行无阻到2012 这是对这个支持者来讲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我觉得自己要去思量 尤其是民进党这些立委 不用再跟着在那边拿麦克风说 好你看吧 马英九现在已经低到这个程度 你看我们以后怎么样 就给予自己无限的希望 我觉得这样的话反而不太好 应该是说要知道是说 自己如何从谷底爬 自己还有很多地方是做得不好的 很多是逻辑上 譬如说尤其碰到两岸问题等等 自己是没有主张的 我觉得这样会对 反球租籍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另外他们有个民调 虽然你要切割来看 那我觉得这个民调 五成的不满意度 那个是马英九比较低潮的时候 可是最近的民调 他并没有五成的不满意度 他的满意度也没有说只有三成而已 大概是已经是接近四成上下了 远见杂志是在四成以下 然后其他的民调有超过四成的 所以依照他跟这个蔬菜对决的这个民调 都只有两成九 两成九多 大概不到三成 那他是跟这个做呼应 就是说他大概只有三成左右的满意度 那就呼应说马英九现在还在 马总统现在还是低潮 还是这么不好 然后以至于他可以再分析说 哪些做得不好 这就是他这几天的一贯的一个脉络 不过这个台湾智库的不满意度 马总统的不满意度将近六成 到现在为止 他是八八风灾的时候 对但他 应该不是拿那个时候的数字 对对对对 不过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不管是这个蔡英文还是苏贞昌 都赢马英九 这个状态之下 苏贞昌到底干嘛去选台北市 他万一选赢了怎么办 他现在赢马英九这么多 那现在还看了这个民调之后 我看了自由时报这个民调之后 苏贞昌是不是应该想一想 他千万不要去绑在台北市 因为他会赢马英九这么多 大佬这会不会影响苏贞昌的决定 你这个蛮有学问的 你这个是假设苏贞昌很在意这个民调 你怎么知道 苏贞昌应该看自由时报吧 我觉得苏贞昌对这个民调 苏贞昌的狐疑也许不下你跟我 就说不定了 你这个是采访过的 还是自己猜的 不过我现在讲一下 刚刚辉文说他跟沐华一样的尊重我 我没有那么笨啊 我听得出来两个尊重是不一样的 沐华对我的尊重是真性的 是正面的 有真性跟假性 辉文对我的尊重 就是光潜刚才的是假性的 而且是负面的 而且沐华对我的尊重是专业的 而且我敢保证下个礼拜以前 我一定不会让他失望 我的预言一定是真的 但是呢 辉文这个是不专业的 为什么 因为政治的猜测 当然很不专业 但是呢 我们是猜下一次 下一次2012 苏贞昌会不会选 那很遥远的事情 所以这个要假以时日 才能够证明我是对的 但是我认为我是对的 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我就要下面 也跟他不一样的看法 就是说他刚才 就是说批评我们自己的节目 为什么只有那个 苏贞昌跟马英九比 现在苏贞昌最强 你这看也知道 你看苏贞昌赢马英九七个百分点 但是那个 蔡英文只赢他几个百分点 两个百分点 两个百分点也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那现在大家都公认 这两个是最强跟次强的 那其他的天王 我也不晓得他尊重 就这样 特别的天王 诉苦 到底是真性还是假性 也许是在 真的就是挑剥离间的嘛 因为他们怎么排 他们的支持度 现在赢不过小英嘛 那小英也不过 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重点还是要讲小英就是了 所以我们今天 就不需要问那些天王座 我们问那些天王座 我们会给人家笑死 而且恐怕收视力都还有问题 那现在我的看法是这样 很奇怪的 就是说偏中或者是中性的 或者是偏蓝的 他们的数目字都很接近 都很接近 那这个两个 台湾智库跟自由十八 也很接近 也很接近 那现在你看这个 到底你选谁这个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那个不表态的很高 这个不表态一个是33.9 一个是39.01 那我觉得其他的民调 那个不表态的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就在怀疑 他原先做民调的时候 那个原稿 第一个问题 之前有没有说 我们是自由十八在做民调 还是不讲这个 做这个民调的单位 只是说随随不离 你是说没有机构效应就对了 我觉得这个是有机构效应 有机构效应 不表态这么高 对 就是说有很多 就是说心里头 看不起自由十八的 讨厌自由十八的 讨厌自由十八的 小的自由十八这个是要做起来 有某种目的的 一听到这个 有的就是挂断了 那有的就是说 听了以后 他比较厚道的 也比较不愿意惹事的 就说我没有意见 我觉得这个不赞成 不表态的百分比特别高 那这里头如果有一些是比较 就是跟自由十八唱反调的 而就投给马英九的话 这个结果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是比较厚道 我不因为说像那个 蓝营的立法委员 像邱毅他们这些 就是因为马英九 这个民调不好看 就开始说 民调中心拿出来给我们看 谁组织的 我当然也 这两回事的啊 对我当然也 在某部分同意这个看法 但是不需要马上跳到 说你们假的 所以这输有解释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 我们就假定他们 假定他是真的 假定他是有 而且是有在做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里头 还是有脉络可循啊 因为他们跟台湾智库很像啊 那跟其他的很不像啊 那其他的在一起看又很像啊 这里头难道没有脉络吗 那如果有脉络的话 这个就是社会科学 可以让你切入去进一步 研究的地方 就是自由时报 也是委托金占民调做的 真的啊 我乱讲的啊 所以才会很像啊 金正时报 金占有没有在问题之前 有没有说我们是替谁做的 没有啦 这后面都是我们假设的 因为他们是同一群组 长得很像嘛 对所以会不会是从这边 有点关联性啊 现在我们怎么看这个民调 这个民调 当然他做的是 马英九的支持度 不管是对上蔡英文 或是对上苏文昌 大概都是29左右 不过这个民调问题里头 有另外一套 就是有关于 对于马英九的施政表现 过去两年满意跟不满意 然后未来两年 有信心跟没信心的这个问题 那过去两年满意的是32% 就是我们只先看满意这部分 过去两年非常满意 跟满意的是32% 那未来两年的施政 有没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跟有信心的是37% 一个是32 一个是37 32的人非常满意 然后37的人有信心 但是投给他的人只有29 所以代表说非常满意 跟非常有信心的人当中 有人是不愿意投给马英九的 这个会不会有数字上面的冲突跟矛盾 这个的确 一定是提序跟提号的安排 造成一定程度 刚刚大家是认为说有机构效应 我想民调机构都会有机构效应 或者他就不是一个机构 都会有机构效应 只是大小而已 这里头叫做leading 叫做引导效应 所以说你引导的结果 到最后会得到这个结论 那一般来说不是不可以问 一般来说你在问那么多提序了以后 老实说最后 他一定是安排最后才问 最后才问说要选谁 那他问题太多 所以很多回答的人很不耐还 到最后就不想回答了 忽然增加非常多 这都是表示你的提 你太贪心了 你吃太多了 这个你打电话访问人 其实是要非常小心 因为对方只要一个指头 就可以挂电话了 你就失败了 所以其实我今天有仔细 把整个题目以及比例 我也看到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如果你看到说满意 或是说有信心的人 这么多 到最后问他要不要投给马英九 的时候 只剩29的时候 这两题都应该收下来做参考用 而且甚至于他的不回答 或是说没意见的人高达33.9到39% 都代表这个本身 这个题目到这时候 已经某种程度不是那么正确 不应该拿来花表 更不会拿来一板头 如果我是 我是自由时报的民调中心的主任的话 我会告诉总编辑说 这两题我们参考就好 不要公布 因为一公布以后 马上看到这样一个矛盾 就会被质疑 那当然就是因为吃太多了 那个题目太复杂 他也问了太多 问到最后 你要多少钱 不知道 就很多人不耐还了 这都从 老实说这个受访者的行为 常常从这个比例交叉里头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这是可以看到 他的情绪是非常重要 他应该要保持在一种 很平和的情绪 要回答你问题才对 而不是回答到最后 有一点不太好 其实这个 假设他是最后一个问题 我认为是最后 我认为最后 我想这个 应该不会是一打电话去 问说 你这个2012你要选给谁 应该不是 逻辑上 他应该是先问完 什么满意不满意 有没有信心 之后最后才问这个 如果你想问这个的话 前面的题目就不能太多 也不要太多的leading 也就是说 前面的问题我看起来 是有一种引导作用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 他的统计学调查是一回事 可是他解释这份民调的方法 我觉得太冒进了 因为甚至于老实说 如果你一定要公布这个的话 我的建议 应该是放在三板底下一小块就好 不要放到一板变成最后大 如果你三板底下一小块 我觉得OK 他很少做 一做当然要放头板 他都放这么大 你放的还是应该是满意度 这个我觉得他的信度会比较高 所以你最先问出来 那几个满地有没有信心 那些你来做一板的头 然后最后说 其实我没有问说 要不要选2012总统 结果是这样 那放一块差不多 二蓝题就可以了 这么小 因为他其实价值 就只有这么大而已 但是不能说 他这个东西没有参考性 是有一点参考性 只不过 在统计的过程中间 他产生了一些难以解释 现在就是主持人 你刚刚很聪明了 你就指出来说 有三十几八人对他有信心 想到二十九八人倒票 那这前面怎么解释 这没有办法解释 唯一的解释 唯一的解释 就是已经不耐烦了 后面的结果已经乱掉了 莫华怎么看 刚刚主持人说 这个自由时报很少做民调 我觉得这句话不太可信 不太可信 我觉得他可能常常做 只是做出来数字不满意 他可以不公布 他觉得这次做出来数字满意 他就公布了 我今天是任何的民意 你今天是520 他一定要公布这个 对啊 所以这个数字上面 我觉得有准也有不准的地方 所以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 自由时报在这个民调上面 他们不会在数字上作假 也就是说在数字上 直接去更动 那个比例的可能性很低 我觉得他们有做这个 有做这个调查 但是呢 机构效应绝对会产生 比如说你接到电话 我是自由时报民意调查中心 我想请问你什么什么什么 大多数啊 我认为蓝银的人 就直接挂掉了 所以说他已经第一关 就筛选出来 已经排蓝了 对他已经排蓝了 所以他第一关 已经筛选掉几乎一半的人 那他正在就那另外一半的人 去做这个调查 当然这个数字就准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机构 效应是绝对有的 所以我说呢 就这个样本数上面 他是不是1000多个样本 可以代表这个2300万人的 一个民意取向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不准 可是他如果已经排蓝的话 还有30几%的人满意 马英九的作为 那这个就有趣 他已经排蓝了 还有30%的满意 那这就有趣 但我们不能讲他完全排蓝 我们不能讲他完全排蓝 为什么 因为还是有人会像刚 沈大老所讲的 他不愿意惹事的 或者他觉得 他麻烦 或者他无聊 他觉得我跟你聊一下 没有关系的 他还是会去接这个电话 因为有些蓝银的人 你自由时报做的民调 我就特别要接你的这个电话 我一定要表达我的立场 影响你的这个调查的数字 对不对 这个很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他不见得完全排 但是可能会排掉 二分之一或是三分之一的蓝 我觉得这个比率是很高的 所以就这个 这个数字上面 我觉得应该是 在这个样本数上是准 但是我们必要去思考 就是说 这1000多个样本数 我们一般民意调查 在1000多个样本数 会去代表2300万人的 一个真正投票选举的取向吗 我觉得未必 民众心中自有一把尺 而且我不要跟各位报告 还有两年 这两年的变数很多 包括对岸的变数 包括台湾经济的变数 包括整个国际大环境的变数 所以你说现在做这个 这个民意调查 就问说 2012年 到底你要投谁 你觉得谁会当选 我觉得这个民意调查是 毫无意义可言 你如果说选前一个月 或是选前三个礼拜 去做这种调查 我觉得那个意义非常大 但是还有两年去做调查 完全没有意义 那我非常赞成刚才县文兄所讲 这种没有意义的东西 放在头版头 这其实对自由时报来讲 对它的暴格暴风来讲 是有伤害的 所以说应该去思考 这种新闻到底要做大 还做小 做个小小的 大概三栏题 我觉得OK 因为做到头版头 实在是真的是太 太把这个时间放大 自由时报的令说 因为你们不喜欢看到这个结果 所以觉得他做头版不行 我先回应一下沐樊 沐樊 沐樊所讲的说 因为机构效应所引起的排栏 这个我高度尊重 因为这个跟我的论点一样 但是你刚才说 既然有排栏效应 那为什么还有人支持马英九 你不要忘掉 我说他有这么高 对你不要忘掉 当年民进党的排栏 有重度排栏 有中度排栏 有轻度排栏 这是轻度对 对 你看有人听到自由时报 啪掘掉了 有人说你自由时报要查这个 我就借这个机会 你竟然问到我了 我来影响你的数字 表态一下支持马英九 看你怎么样 我讲这种你也不能排除 但是我要回应那个 憲宏 我对憲宏的 有几个看法不太远 我请教你了 你说是因为有引导作用 我的看法刚好有点相反 我觉得前面这些问题 这引导式的 听起来比较烦 你要回答 这个一大堆这问题好长 那如果我是他的话 你摸我那么一堆 我都忍耐了 我都忍耐了 那到最后说 你支持马英九还是苏生 我当然回答啦 因为那个 因为那个就不用伤脑筋了 你知道吗 那我认为很多 就是说我就没有决定了 那个去包括一些 本来就是偏男的 中性的 够烦的 跟你敷衍 跟你周旋到现在 我就跟你讲说 我还没决定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然后我第一个请教你 因为一个是 你看我们现在 4499 4499比544 这个当然跟这个差别在 因为这个不是随机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自我选择 这个是自我选择 这个有高度表达意愿的 但是我请教主持人 我们自我选择 为什么选速到这个程度 这个就是机构下运 这个就是我们 你们主持人 你逃不掉的机构下运 每一个机构都有机构下运 这个好厉害 这个9比1 这是9比1的机构下运 很严重的机构下运 但是 但是我没有放头板头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自由时报的 你是always on 不是头盆头 但是我觉得自由时报 他没有讲说 他这个整个过程中 聚防率有多高 我觉得聚防率应该给大家知道一些 对 这个也都是没有 这挂电话的人有多少 他想知道挂电话的人多少 前几天公布的民调 我都看了 也没有人公布聚防率 对 这坏习惯 应该把一些原始资料都公布 不是不是不是 我跟你讲 现在的聚防率都30-40% 都30-40% 就我所理解都30-40% 不管哪一个 做都这么高 大家都懒得听电话 因为大家从民调专业的角度去看 其实就偏颇掉了 我说的偏颇就是说 他没有公布他的研究方法 他也不公布他的民调中心 他也不给你看 原始资料他都不给你看 这次连照片都没有 可能明天会补 那这样去推敲 所谓的机构效应 我想现鸿兄可能 对民调的实务上非常了解 那怎么避免机构效应 就是用其他的名字啊 对 所以他们也有 也有尝试过用别的方法 我举之前的例子 这个是4月25号双应变之后 自由时报做的民调 他头版放什么 他说双应变之后 反ECFA 不减反真 可是到底双应谁表现比较好呢 为什么打两个问号 因为我不知道他做了没 没问啊 没有公布 哎呀刚莫华兄讲了 搞不好做一做我就不公布啊 我为什么每一项 每一题都要公布谁规定 这一题我不高兴 我不公布不行 你看今天头版放什么 2012蔬菜都赢马 三版在放满意跟不满意 对马总统的这个执政 这个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我要把这放头版 那我为什么要把这放头版 你在就职两周年做的应该是做什么 应该是做总统的满意度 不跟这总统是蓝的还是绿的 可是我为什么把头版跟三版互换 为什么 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2012蔬菜都赢马 你观众没有了解我 不管今天的事 我要管两年后的事 就我今天我的议题设定 我就是要做这个题目嘛 当我决定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就没有做稿子给我交出来 我标题都下好了 照片图片都配好了 我就是要做这个题目 那你做出来 马英九的满意度30几%啦 不满意50%什么的 那个丢三版去啊 我要的头版就是 蔬菜都赢嘛 当我决定要做这个时候 你民调就给我问这一题 就这么简单 你看汪汪中史跟联合报 这次做马总统上任两年的 他有问这一题嘛 都没问啊 那我民调设计的时候 我就不想问这个 因为还有两年嘛 好 那我要呼应刚前辈讲的 2005年开始 自由时报出现有民调中心以来 这是第几次 这是第五次啊 第五次做所谓的民调 第五次 那2005到现在等一年做一次啊 那他去年嘛 总统上任一年 他为什么不做 我也不知道 2008要选总统之前 他也不做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蔬菜还没赢嘛 那就是谢长廷啊 对那如果大选之前都不做了 那现在做了两年 突然又 最近这一个多月里面 突然两个民调 观众朋友你相信吗 所以我要呼应那个 汪汪中史之间讲说 欢迎自由时报来告 就汪汪中史民调 希望自由时报去告他 因为汪汪中史是提出 很多具体的民调专业的指控 自由时报不能 创作没听见 你创作没听见 特别我要谴责一下 宪宏 宪宏 宪宏之前 因为他比较 比较敦厚 哎呀那个自由时报 公布啊 没关系啊 大家一起来研究什么的 谁在跟你研究啊 这从宪宏讲到现在 也讲了快一个月啦 在他的呼吁之下 公布了一张照片 不不不不 宪宏他的用意是良善的 可是没有获得回应的时候 就应该回到 小滴的建议就是什么 就是告到底啊 自由时报去告 汪汪中史 这样真相才会出来 但他不愿意啊 这个我 我来说明一下 因为那个刚刚 慧远兄提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见解啊 就是说 呃好像媒体做民调啊 他可以部分公布 部分公布是不可以的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这一种 等于是 虽然不能叫造假 可是他掩盖了 可是你刚刚不是也建议说 他这个题目的性度 既然不够高 应该不要公布 就说 不是 你要这样说 你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情 以前我做民调的时候 我会公布正式我怎么样问 我们的这个 这个受访者 第一题是怎么问的 第二题是怎么问的 有一个完整文件要公告 这个要讲 要说我有问这两题 可是这两题 我没有要打算公布结果 我可以这样说 就是我要把题目秀出来 但是不要把数字秀出来 甚至刚刚大佬也提到 说这个你的聚访率是多少 这样提出来 过去我们在 刚开始做民调的时候 聚访率超过百分之二十 这一份民调算无效 你知道吗 因为为什么聚访太多了 表示我们的机构效益太厉害了 人家聚访 或是你的一定的调查技术 哪个地方出问题 百分之二十就不能 现在都不是 现在三十也照公布 四十也照公布 可是你至少让我们知道 给我们有一种调整的机会 原来你这一份是这样 所以我建议 NCC NCC要管这个吗 当然要管 NCC管不到报纸 NCC 因为有电视 电视会管 所以我们不能引用就对了 就是 这个就是说 你在引用的时候 必须有原始的这些 基本资讯要公告出来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清楚 比如说NCC 错在引用的人 错在引用的人 所以就是我们不能引用 自由时报的民调 我们也不能谈他的民调 可以谈 可是你必须提醒说 他这个没有公布 那个没有公布 有 你刚刚一直提醒 所以说变成我这样 但是不要变成是我在提醒 就是NCC要非常清楚的 告诉大家 就是说这也间接证实说 本末倒置了 本末倒置了 应该是去要求自由时报 这没有本末倒置啊 那我们媒体是可以公平的 要不要公布 或是说聚访力 那个公信力不足 那是自由时报的事情 我们可以一直要求他公布 不是 这不是自由时报的事情 因为自由时报 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应该用一个 普世 皆有这个遵守的规则 他必须第一 就说包括王王宗室 如果 我也希望都公布 所有的题序 但是重点是 他现在没有这么做啦 那你叫NCC 又管不到他 那NCC要怎么管他 那 我们可以公平 这又是电子媒体 我们可以做公平的 电子媒体 如果有公布的话 依序 NCC可以管的话 那当然 你是说电子媒体自己的民调中心 就是 那当然要做 所以他又讲到另外一个事情 不是 我不是讲另外一个事情 当这样做的时候 就可以公众 可以要求自由时报 要这样做 或是我们透过什么样的机制 就人生蒂公司要求 NCC先要求电视 大家就回去要求自由时报 都还要做道德诉求 那些人已经失败了 那继续 没有失败啦 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要继续努力 要做道德诉求 你要公布喔 要乖喔 要照规矩来喔 要照民调界的这个 这个惯例来做什么 现在我们一再做这样的诉求 对自由时报喊话 有用吗 有用吗 早就该公布了 截至目前为止是没用啦 对呀 我講一下這個民調 我不像有一些國民黨立委 其實還蠻厚道的 說這我們可以參考參考 我覺得這個民調 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一個是說太遠了 他沒有意義 他這個結果其實呈現就是說 任何人來跟馬英九比 馬英九都是輸的 不一定 我都曾經講過 我要講 我要補充 蔡英文都不像上下 比蔡英文差的人都會輸啊 你不要那麼沒有信心 他的重點不在於說 這個蘇貞昌會當選 蔡英文會當選 他們的民調是高多少 重點就是馬英九輸 他們唯一的就是說 結果就是這樣的 我假設說 如果今天我們講說 蘇貞昌會選的是台北市長對不對 如果蘇貞昌 跟郝龍斌做民調 過去也做過 兩個互有勝場對不對 今天如果郝龍斌的民調 高過蘇貞昌 是不是代表說 郝龍斌來跟馬英九比 郝龍斌也可以選總統 就不是這樣嘛 我要講說2000年那次選舉 連戰跟宋楚怡 跟陳水扁三個人拚 在選前的時候 他們競選總部發了一個民調 說連戰先生會當選 因為他的民調是過半的 超過50% 接近50% 所以他會當選 事實結果不是這樣 所以那個是很接近大選的 前一個禮拜的時候 公佈這個民調 那時候都沒有什麼任何意義 今天那個自由時報 選來這個時候 而且公佈了這個他們的一個結果 結果就是這樣嘛 那你如果說你要排斥 這個所謂的機構效應 你乾脆啦 你把馬總統去跟胡志強比 跟朱立倫比 假設朱立倫跟胡志強 所得的結果 也是贏過馬英九 那你自由時報不是更拽了說 連你們國民黨自己的中狀態 所以他不是就換人了 那我覺得這個民調 建議他做這個民調對不對 他中間是很多彈性 可以操控的空間 你乾脆這樣來 不是就更說服人 你不要我們要不要 跟你討論機構效應 因為大家都是藍的 都沒有機構效應 那你看連好龍斌都贏馬英九 連那個胡志強都可以馬英九 可以建議他們這樣做啊 因為這也是可以操作的 搞不好明天的頭版頭 會出現這個喔 哈哈哈哈 我們先來接一下觀眾電話